进入一百一十二年双十国庆 驻印度代表处日前在新德里举办国庆酒会 现场除了台桥台商外 包括印度艺员 政商名流 外交使节 智库学者以及退役降临等都受邀到场之贺 驻印度代表葛宝轩在介绍台印 包括经贸 教育以及科技等领域的发展现况之余 也宣布台湾在印度的第三个注点 也就是驻孟买台北经文处 将在明年初设立和进一步深化 台意交流合作 今天很高兴在德里有这么多人 我想大概超过五百人来参加我们今年的国庆酒会 这也代表我们在印度的各个阶层的 这种合作都非常的广泛 今年的国庆酒会也是驻印度代表处 在疫情出款后第二度举行 规模算成去年 印度商议院议员库马和今日印度电视台主播撒旺克 也特地到场献上祝福 并赞扬台湾民主 戈宝宣表示 维护台湾海峡和平已是国际共识 台湾也将尽全力捍卫民主生活方式 并愿在半导体优势下 与包括印度在内的理念相近伙伴合作 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自由与开放 以及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专专业社界林信建新得已告到 08年首都南部的公司 19、19、19、20庄 国在网易地亚 专门 脚 将 写